歡迎收睇《要財財經台》 來到我們職場教導資問必答的環節 新美嘉賓就是來自我們要財證券的事務總監郭師子先生 郭Sir你好 有事想問的話歡迎大家踴躍打電話來 電話號碼是204-6566 電源地址ask at bs-chown.com 阿Sir,我想跟你談談澳門博彩股 澳門政府也宣佈了 10月份博彩業的收入創新高 一升升超過42% 到268.5億澳門錢 大約34億美金 主要是受惠於內地客人數持續上升 也消除了環球經濟和內地信貸緊縮的憂慮 消息公佈後 部分博彩股表現也回湧了 一切看看整個版塊的表現 先和大家看看銀河娛樂已經到升上來 升半個百分點,16.2毫升8仙 澳波跌1.3%,13.5%跌1毫升 新豪國際跌1毫升,6.2毫升 信德方面跌8仙,3.5毫升 另外幾隻外資方面的博彩股 永利澳門已經沒有起跌 近22.2毫升 金沙中國跌5仙,23.8毫升 美高煤跌1毫升,12.04元 大市不斷地沉低位 澳門博彩股受消息影響 其實同市已經跑贏了大市 我想問一下郭Sir 其實是不是你意料之內 澳門博彩業不斷創新高 其實基數很高 相對去年來講仍然有40%的上升 其實比我預計中多了一點 大家不要忘記上月份發生什麼事 例如溫州的老闆資金短缺 很容易令人聯想到資金短缺的 一定是班師回潮 第一,你未必有太多資金去澳門博彩 其次比你也沒有心情去 我自然就會想到這樣 但當時一眾的博彩股 真的跌得比較明顯 很可能是過去一段時期 包括二、三月的起動 例如水泥股、博彩股 都是基金的外股 一面倒的追捧 聲勢當然是零例 到後期基金面對熟回潮 沒辦法,唯有沽售 水泥股不是單月跌得很多嗎 博彩股一樣如是 在下跌當中 你好像是銀行娛樂 最低見過多少 是7.69元 你有沒有想過 二十多元的股票可以跌到7.69元 就算你說 博彩水收稍微少跌 都不至於跌得那麼深 夾雜了很多不利性的拋售 這是主要的原因 但無論怎樣也好 這一次公佈出來十二月的博彩稅收 按鈴升40% 亦都顯示得到 情況不是預期中那麼差 包括我自己的看法 都是覺得稅收增長慢一點 這是很正常的 你不可能一元到兩元增長100% 你不可能去到20元 都要增長100%到40元 是不可能的 基數大的時間 增長相對比較慢 但怎樣也好 博彩股因為下跌當中 是跌得比較深 跌的幅度是遠超過 博彩稅收可能會收勢 所以未公佈之前 股價已經有個反彈 當然知道 春光水暖和鴨鮮之 肯定有些人 深水清的人 是計算得到一條數 不是差得那麼緊 所以這一兩天 亦都有個技術上的反彈 其實早日曾經見過18.36元 說從8.69元反彈到18.36元 遠遠都是100% 急升亦都急跌 急跌由引來急步的反彈 如果你說順勢其行 當然沒甚麼所謂 最慘的是 早前在低位 減持也好 沽售也好 回頭見到勢頭不對板 你買還是不買 如果你不買的話 到你看得兩看 已經去到13、14元 已經是錯失低級的機會 但是 如果這個數字出來是漂亮的 或者前景還是可以看好的話 個人投資者就可以說 我將資金放在其他板塊 沒甚麼所謂 但機構性投資者 他就沒辦法 他一定要按比例增持 所以銀魚今天 在大市持續 處於一個升喉調整當中 他也有跌 但相對來說跌的幅度 其實就不是很大 再看看 好像 澳博那樣 15.5元近日的高位 來到現在 大約13、14、18元 都是跌十幾% 我自己覺得 只要博彩稅收 是平穩的話 已經可以維持到 澳門相關的博彩股 可以穩步向上走 不過如果你說 稅收 可不可以每個月 都說幾十個巴仙 高速上升 我看真的很難 大家都很清楚 一元去到兩元 增長50% 但當你10元去到11元的話 增長是多少 只有10% 嚴格來說 你要維持 增長的百分比 每次都這麼多 數碼要求是很大的 這是無止經的要求 我覺得是很難的一件事 不過 澳門相關的博彩股 反彈幅度 亦都比較零利 如果要買的話 我覺得都是等等 去透透氣 消化完再再買 事實上來說 最壞的那一刻 我自己覺得 應該都是過了 但我又想問一下 郭Sir你的意見 今年其實 看到那個基數 如果 去到夏年再看 這個基數其實挺高的 會不會去到夏年 會不會已經沒有了 今年這樣 那麼高速的增長 沒有的 因為 你看看好像銀魚 拿來做比例是最好的 因為7元斗鈴 在一年來的低位 升到22.45 升三倍 足足三倍 好了 當現在澳闊 16元 或者左眼的水平 你要求一年後今天 升48元 去到三倍 我覺得可能性很低 因為事實上來說 低位上來 增長率 是 很明顯的 而且由於股價是低 所以不會升一個 百分比的倍數 都會引來很大的震撼 甚至乎 是會產生很刺激的效應 但是 當股價慢慢慢慢升 高一點高一點的時間 第一 股值 已經不便宜了 第二 由於 大家都會擔心 說你這麼高價 會不會隨時引發一些 技術上的回套 當然 未有壞消息的時間 大家都不知道 有什麼理由 令到股價會跌 直到 原來勾債危機 令到投資者害怕 去基金贖回 基金面對龐大的贖潛 唯有沽貨 原來持有很多澳門博彩股 唯有沽博彩股 單邊賣和單邊跌 都會令到股價 一升就上到天 一跌就落到地 但是問我 未來那一年 怎麼看 平平穩穩的增長 仍然還有 一日 中央政府在政策上 仍然還是 全力去支持 澳門特區經濟的發展 我覺得博彩業 仍然可以看好 但是 如果你說 可不可以好像 二月份 10元升老漲20元 這樣的倍數 上升 我看就未必可以 因為現在基數相對比較高 唯一就是 如果歐債的問題 慢慢慢慢解決了 經濟慢慢走出 不明朗階段的時間 不排除 去消閒 或者去博彩 或者去消費 去玩的人 又會慢慢慢慢多 始終來說 是可以有助於 整體 無力的增長 但是你說 要博彩稅收 每個月 每年年維持 40%以上的增長 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好 昨天方面 惠玉也出了一個報告 他說 雖然信貸情況 收緊 內地經濟增長亦放緩 但是 沒有證據顯示 市場對澳門博彩業的需求 是減少的 郭Sir 剩下一點時間 談談談 說一談 市況 現在 跌成494 494 19370 剛才單位跌超過500 19345 都見過 沒有想過 三點之後 內地收市之後 跌那麼急 郭Sir 其實很正常 19366點 大家計算吧 16170 升上20272點 升了4102點 回吐三分之一 你都要見一見18800 18900 事實上來說 有些人就說 20272點 跌下來跌成千點 你不計算啊 單單說是 上個月20日的低位 17782點 短短6個交易天 狂升2490點 去到 20272點 升的時間 一樣是好拿命 當然知道 技術上來說 跌一跌 對月中 先低 而後高 始終都是有利的 一個正常的回吐 是健康的 謝謝郭Sir 都要申報一下 剛剛講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有我們即場 隔路之有問必答的環節 不要走開 到了